政府拨给华晓的五千万令吉拨款 从去年等到今年久久没有下文 但就在前天 马华总会长和鼠里总会长 两人同时会见教育部长 并且在内阁会议上要求首相纳吉介入后 短短两天就有着落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渭佳祥今天宣布 这笔钱两个星期内 就会从财政部发放给教育部 不过教育部还需要再两个星期的时间 核对学校资料并发放拨款 这笔钱似乎赶不及在农历新年前 送到校方手中 由于这个农历新年到来 由我们有834间划小的拨款 要开支票 这个支票的这个福利银行户头 再一次要确认 我希望在教育部得到了这笔款项之后 会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款项都移交到有关的学校 魏家祥说首相纳吉是亲自通知马华 承诺这笔钱会在两个星期内交给教育部 因此他相信这次划小拨款的问题 已经告一段落 至于全国81所国民型中学的拨款 魏家祥则希望各界再给纳吉一些时间 政府一定会做出合理的安排 NTV7综合报道